YO 歡迎來到DBS 那我們今天不玩中國線 我們這次玩來玩美國線 因為我想要把這個 HSTBL趕快練出來 然後非常喜歡這台車 我第一次玩這台車應該是在裝甲戰役裡面 它叫做什麼RDFLT 但是基本上就是 這台車射速很高的這個 76炮米炮 然後長得很 長得很這個現代化 基本上我對說射速高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這個美國的HSTBL 基本上是一定要拿下來的 我說這台我還在練 有一台新出的那個義大利吧 義大利的小新坦 帶60炮的 然後也是射速很高 這台聽說也不錯 這邊有啥 喔 OK 我還是洗他臉 啊 啊 他打地上 呃 有人嗎 OK 他還是動不了 喔 又有槍了 呃 應該這裡有一台 對 大家前面出一下 還是要轉去他後面 應該是一台 來 爆2 爆2 爆2K 還有嗎 還有嗎 喔 喔 你開火了哥們 喔 他們兩台都廢了 讚啦 OK OK 啊 抱手掛掉 沒有辦法 衝太快了 衝太快了 告訴我們 人不能 太太這個 太衝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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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個 IPM1 IPM1 我們這個 美軍之路目前已經有 有 三台阿布蘭 接下來繼續把 HCV有練出來 玩之後應該就是 M1 A1 然後再M1A2 欸好像還有一個 M1A1 HC 好多阿布蘭 真不錯 那聽說M1A1很爛 嗯 應該也不說很爛啦 應該說M1A1跟IPM1 基本上 它差別就是 這個 上120炮 那 120炮就是 裝天比較慢 那你說 它的後效什麼的 可能也 可能也 不是那麼明顯吧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說 M1A1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用 因為 裝甲真的好的 是M1A1 HC 就是我們這個 裝 這個平用裝甲版本 所以 裝甲肯定是非常不錯的 那其實這場其實算是蠻順利的 我們 左右AB點都 算是搶下來 那C點的話 嗯 我們看還是放棄了 沒有關係 兩個點就OK 而且其實我覺得 三點搶下來 並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三點搶下來 代表說遊戲很快就結束 你如果想要 那場開 例如說200%啊 什麼的 那你其實 就是賺經驗並沒有 想像中的這麼有效 就是當然確保會贏啦 但是 對 我覺得這個就 看 看個人 尤其是如果你是組隊的話 其實 你兩個點 基本上 還是會贏啦 喔 喔 燃機 再來 喔 下來了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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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爆開花了 反正不能 倒退超快啊 喔 喔 哇 靠! There's more than one 好可以倒退啊 又倒回家 耶!但我覺得他們應該要了欸 他們應該快要來搶 搶了一點 再退!繼續退! 喔!喔!喔!可以看到了 NO! NO! 掛 很棒!非常棒! 這個同時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倒退的話 千萬不要把你的砲塔往後 像我剛剛那樣就是個錯誤的示範 你可以按 Default的鍵是什麼 但是我是C啦應該要讓砲塔往前 倒退的時候就砲塔往前 嘿呀! 這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看應該 3D...喔!3D掛了 呃...1B那邊有一台 有一台EGO戰車 我不知道是T80開什麼 呃... 然後後面有一台 呃...TypeP Type...Type...Type3 Type3P 好像是這樣叫的 呃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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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呵呵 快一步 後面應該還有一台 呃... 呃... 2D 1C 2D 1F 2D 1C 3D 1C 1A2C 1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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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C 3A4C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最近很流行的AGS有一個很高級的塗裝 好像是一個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活動 未來戰爭的活動 的塗裝 好你看這一場拿了多少經驗呢 我這好像好像有開200% 好像有開 唉1萬6不錯不錯不錯 200%1萬6其實還好 還行啦 差多少呢 差5萬1經驗 不錯不錯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幫我們的影片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是DBS我們就下次再見囉